請教一下這個萬民哥 因為我們看這一次 是不是有政治力干預 因為這一次判出來的是 聯邦第九循環上述法院的一個判決 那它的管轄範圍 剛好就是美國的最西部 包括西雅圖 舊金山 洛杉磯 這個是最西邊 就是美國第九循環上述法院管轄範圍 那剛好這邊從美國庇護城市 美國庇護城市指的是 當地的警察不可以可不配合 可不配合聯邦的命令 逮捕或遣受非法移民的城市 所以這些城市基本上 警察是可以進行對非法移民的容許跟尊重 而不用執行法律命令 就是美國庇護城市 美國庇護城市其實最多的就在美西 當然這也是非法移民最多的 那我們就往下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美國移民的人數跟比例越來越高 2010年到2012年平均增長43萬人 到了2012到2013年平均增長52萬人 從2013到2014年 目前美國增長的新移民數就高達104萬人 對於歐巴馬來講 基本上因為他是個黑人 所以移民越多感覺對民主黨的政治長期發展越有利 可是對於一個白人至上美國至上的川普或共和黨來講 移民越多基本上這個種族或美國的文化會被干擾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尊敬的這個星雲大師 美國的福安山美國的佛光山規模很大 基本上這個已經反映到另外跟美國傳統價值的衝突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移民的問題更多 包括這個東西很好挑撥 美國本地人跟移民福利使用的比例 我們先看社會福利 美國本地人用基本社會福利 享用社會福利只有52% 而移民享用76% 以食物券補貼 美國人45% 合法移民者新移民68% 醫療照顧本國人原始本地人是42% 合法移民是62%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人去美國是吃移民的補貼 吃美國的社會福利 導致美國的分化跟社會負擔越來越重 之前川普的立個法 每年有267億的美金 專門流入我們剛剛前面講的106個庇護城市 美國平均對每位非法移民 還不是合法移民 合法移民就更誇張了 非法移民會拿到454塊美金的聯邦補助款 而華盛頓是最肥的 對於每位非法移民的補助款 高達3228塊美金 也就是10萬塊錢台幣 官方有對影來講 10萬塊錢台幣可能不多 可是對於很多非洲人來講 對於很多亞非拉的 第三世界國家來講 3228塊美金 可能是10年的工作所得 所以這個補助是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包括了整個加州 像南加州 基本上墨西哥的移民更多 去過美國都知道老墨滿街都是 那其中老墨是合法移民的非常非常少 對比的是美國人放棄公民的數量 從2008年開始暴衝 雖然這個數字不多 5411人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外民給我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美國移民的問題 以前問題不多 家裡無聊 我們可以養兩隻流浪貓 養兩隻流浪狗 可是當你的收入不計 當家裡的流浪貓 流浪狗太多的時候 流浪的貓狗就變成一個大問題 那我們當然不能把移民跟流浪貓狗比較 我只是講說 在過去美國強大的時候 可以用包容的眼光 或包容的視角 因為他是老大 包容移民 當美國的國力已經撐不下去 尤其社會福利撐不下去的時候 醫療福利撐不下去的時候 美國的人種的問題 現在變成一個 從今天開始之後越來越嚴重 不會越來越簡單 您觀察 這個也不要對於美國的非海移民 有這麼悲觀 剛剛世光跟院老師講 宗教問題講了很多 其實世光 你從今天開始要改變一個觀念 川普絕對不是基本的清教徒主義 你可以看得出來 川普其實他要自己創一個川普教派 像路德教派一樣 他絕對不是標準的清教徒 我們以後可以去找時間好好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相關的文獻 他口口聲聲聲說自己是虎音教派 你知道教宗方济格就已經說 川普不是基督徒 對不對 雖然他自己一定叫我是虎音派 我知者立場 我的意思是川普會走出另外一場 他所想走的方向 另外一個是宗教革命 但是你千萬不要把那個新教徒 對不對的精神 跟川普所強調的價值觀 一直給他畫等 你說有一天的話 真的有新教徒會跟你來抗議 我跟你講 這個要先把它分清楚 非法移民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市場因素 市場上需要這麼多非法移民 自然就有很多人 前撥後繼 不顧生死對不對 往那個地方去擠 就像是大陸上個世紀 80年代改革開放的初期 很多人冒著生命危險 我曾經在美國碰過一個 從大陸偷渡到 美國的一個中國人 在海上漂流60天 每天就是一瓶礦泉水 然後在美國這個西岸登岸以後 對不對 大家就在裡面奮鬥了20幾年 現在家財萬貫 我經常在想說 你這種人在海上對不對 經過60天的生死考驗 然後還能夠活下來 到美國對不對 你怎麼誰也打不死你 對 沒錯 因為沒有人可以經過過 這麼千辛萬苦 還能平平安地抵達美國 能通過那種考驗的人 那絕對是全世界 生存力最強的人種 我不要講說他是中國人 絕對是生存力最強的人種 所以非法移民這個事情 不要單純地 好像從資源分配的角度去看 當有一天這個社會 不足以吸引那麼多非法移民的時候 就不會有人去了 如果非法移民到那邊 每個人都當乞丐 你想會有人到那邊去 還有一個重點 觀眾朋友還記得 可能大約很健忘 以前八年前 台灣的媒體討論 就是我們新住民的小孩 引發的教育問題 因為我去統計 當時台北市最窮的就是萬華區 萬華區的國小 大概是民國一百 九十三年 九十四年 五十個 一般五十個學生的話 有一個半是新住民 當時大家覺得很擔心 就是說新住民越來越多 一次可能是越南來的 越南新娘 或是菲律賓新娘 印尼新娘 那會不會有這個教養的問題 或適應的問題 其實那時候很緊張 會不會現在消失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新住民子女問題 沒有 因為越南人不會來台灣 你知道嗎 印尼人除非是最笨最笨的那種 現在 我講現在 以前是最聰明嫁到台灣的 所以現在在路上看到印尼新娘 都好會做生意 現在除非是印尼裡面 最笨最笨的那種 才會嫁到台灣 所以現在台灣窮不到印尼新娘 所以台灣的經濟率不好的時候 就沒有移民問題 20年前不是大陸偷渡客很多嗎 現在哪有偷渡客 現在是偷渡客 台灣偷渡客很多 到大陸 所以這個時代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再回到這個政題 你就講到這個 美國這個司法權跟行政權的這個事情 對 行政權跟在美國司法權跟行政權最大的差別 行政權是可以主動使用的 對 司法權沒有人在主動使用 只用被動 只用被動 如果提出訴訟的時候 他才會去管這個事情 對 那美國這個國家 他是講究這個憲政主義的 就是這個憲法是所有政治權力 這個運行的最高指導原則 但是他跟台灣不太一樣 他又是個不成文法的這個國家 是 憲法裡面沒有幾條 多數都是透過 解釋 解釋 解釋就是包括法院的解釋 包括這種法院的這種判例 所以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這個總統下的行政命令 對不對 只要有人在這個 有人覺得不好對不對 然後向這個法院提出這個訴訟 對不對 那他就可以推翻總統的行政命令 對 但這個東西你說好不好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跟大家看一個例子 這個小女孩叫做琳達布朗 她是1954年 她在美國創了一個很有名的案例 現在你看美國的公立學校 黑白一起讀書 好像司空見怪 美國沒有一條法律規定 黑白小朋友可以一起讀書的 對 但是這個小朋友他很偉大 他是1954年的時候對不對 他就向美國法院提出這個告訴 控告什麼 控告他當時所住在的 這個堪薩斯州托皮卡市的 這個教育委員會 對 讓他沒辦法在他離家 最近的學校讀書 必須每天走很長的路 到五一里外讀一個黑人學校 對 結果這個事情 最後經過高等法院 判決他勝訴 從此 這個判決確定以後對不對 美國所有的公立學校 就破除了種族隔離政策 你說當時如果按照這個 我們現在的觀點 看川普這個事情來講 這個女孩對不對 通過法院對不對 挑戰現行體制 是不是離經判道呢 對 我跟大家在看一件事情 這個川普戰競選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大家知道 在看節目 應該都知道 我很早就看好 川普被當選 我心裡頭想 他當選以後 一定最像美國歷史上一個總統 就是第七任的安修傑克森 這個第七任 這個美國總統很特別 對 第七任 對他是1824年第一次 200年前的總統 第一次選總統 是 這個人出生 就是航武出生 從傳定兵開始 這個起家的 但是這個意志力非常堅強 是 雖然14歲的時候 就被英軍俘虜 關了好幾年 每天對他嚴刑拷打 但是他就是一個字不講 是 所以這個 美國獨立以後對不對 他就變成 獨立戰爭的英雄 然後1824年他第一次選總統 當時有三個人選 結果大家都沒過半數 但是他的票最高 按照美國當時的處理這個方式 就是由國會來投票 對 結果他到國會投票的時候 他居然落選 是 他對美國現行體制 就非常非常的不滿意 對 所以這個1828年的時候 他第二次選總統的時候 對不對 讓他取得絕對多數 他當上總統 是 他幹第一件事情 到了華盛頓 就把所有華盛頓 中央政府的官員 全部換掉 是 換一換了4千多個人 所以你看現在美國 這個新的總統一上任以後 對不對 對 就所有的聯邦政府官員 也有四五個千個位子 一口氣換掉 對 就是這個安德爾傑克森 當第七任總統 立下來的這個規範 但當時 安德爾傑克森這樣做的話 對不對 被人家講說是分章政治 是 這當時這個漫畫 把他講的 自他人都進入了這個 對 那個還有人 對不對 他是這個民主黨的這個創始人 是 他的對手在競選中的時候 講他就是這個笨鯉 鯉蛋 對對對 就是傑克斯 其實就是鯉的意思 他覺得這個也不錯 對 從此 民主黨的這個 代表的這個吉祥物 就變成這個鯉了 是 由來就是這樣 因為他也是民主黨的這個創黨人 是 這個是美國有個學者對不對 他寫一篇文章 就講 川普 Will be Andrew Jackson 就是說 他就是一個新的Andrew Jackson 會打破美國所有的憲政體制 那Andrew Jackson對美國政治 有什麼好的影響 不好的影響 好的影響呢 因為他強調對不對 平民參與 擴大美國民主政治的參與基礎 對 在那個時代 美國人要有投票權 第一個要看你財產夠不夠多 對 第二個要看你的這個家事背景好不好 是 Andrew Jackson以後對不對 這個財產對不對 身分全市的 這種現實慢慢慢慢就解除了 但是他帶來的這個壞處 對不對 是什麼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分章政治 是總統 那個時候美國國會 囂張到什麼程度 參議員通過一個立法提出來以後 還可以有個附帶條款 這個附帶條款寫什麼呢 比如說 這個楊世光 對這個法律做出重大的貢獻 一旦通過的話 有多少好處對不對 多少利益要給楊世光 對 你想想看那種政治對不對 可能怎麼可能 這種方式一直到1883年才廢除掉 對 所以你看這個政治體制的演變 其實它是活的 那Andrew Jackson當總統之前對不對 美國人所強調的是 傑伯遜式的民主 是 這個民主的這個運作參與權 其實有點像早期的這個 這個希臘的共和制宜 只有貴族 地主 有錢人 對不對 可以參加公民大會 有投票權 可以這個選舉執政官 羅馬早期的共和 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美國早期立國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是 強調第一個 你要有這個莊園組 地主 小時代階級 對 或者知識分子 強調這個基因政治 是 對不對 但是Andrew Jackson打破這個 隔閡以後對不對 雖然經過幾十年的這個動盪 這個洗牌 是 權力的這種更迭 或者激烈的鬥爭 但是最後對不對 透過人為不斷的這種改善 他還是可以走出一條 最合理的途徑 所以川普其實現在的做法 就是跟Andrew Jackson做法一樣 差別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 當時美國是屬於 前工業化時代 是一個農業社會 對 他在經濟上所造成的波動 會比較小 第二個 當時美國對不對 還不是現在全球的領導人 所以他不會對其他 或是世界上造成太大的衝擊 現在的環境不一樣 川普所造成的衝擊 不但是影響到美國的政體 也會影響到世界秩序的穩定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 全世界的政治體制 或主流價值就是 美國這一百年來所建立的 他的經驗跟他的制度 傳到世界上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角落 所以我們看到為什麼 所思那麼好搞 就是以美國為範本 所以大家假如不是符合 美國的政治體制 感覺就是不民主 不自由 不平等 可這制度有沒有可能 在一百年之後 就是現在被川普所推翻 我們持續觀察 任何人可不停 他以為何人可不停 他會被川普損 他會被川普遍 他會被川普遍 通過 他會被川普遍 他對那些地步 也會被川普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